大家好,我是Anson Lo 今天就是拍這個Q&A的影片 哇,很荒蕪 時間上一次的Q&A,我想已經是一年前 不如今天帶大家去工作之餘 用全日的時間無間斷地去答大家的問題 現在已經超過趕時間了,所以我先出門了 那我就上了花姐的車禮 第一條問題就是來自你 因為呢,你記得爹地問了我什麼問題嗎? 你何時給家用 我覺得傳統給家用的方式實在太沒趣 我覺得人生是有點新鮮 我的人生是沒趣的,我不介意沒趣 我想親手煮食給花姐 我不接受 在你接受的時候,我就會被家用 其實我一輩子都不會接受 大家都很好奇 為什麼我經常都可以在花姐的車裡出現 就是因為我住花姐的地方很近 所以我們住得跟花姐近的成員 通常都會帶順路給花姐車 這麼努力練大隻 這個用詞是大隻仔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工作需要 純粹有一個突發其想 就是今年2022年很想保持著身形 都是厚實一點點 不要看得太瘦 這個遮蔬筋時間 遮蔬筋也要下 你不會剪出來的 我會 你不會的 我真的會剪出來 你不會的 大家見證著我真的會剪下去 OK 到多少 是不是 我真的到 兩萬元 沒有錢的 發現了 下一條問題就是 腰箱怎樣 注意你了 其實我現在的腰箱已經是 不是很嚴重的 但是呢 其實近來又嚴重了一點點 因為 是跟天氣有關的 我就有一點點 風濕 Amber對你做過最貼心的事 最感動的事 要問Amber 我想都一年前 有一晚很隨便的 我也忘記了發生什麼事 總之那天就不是很開心 回到家就有一個很寂寞的心態 就是Amber好像知道 我有不開心的感覺 所以她就突然間默默地走過來 撈上前 拉了我臉一下 我覺得她跟我好像 有個心靈上的 彼此有個Mutual agreement 拍一條問題 可不可以拍一個ASMR 但如果控到很近 等一下 為什麼要避開我鏡頭 好大家要靜 因為我們要收音 要好細聲 你今天吃了飯沒有? 起來 吃早餐 是不是聽不到呢? 近一點 你吃了早餐沒有? 不是啊 你不是這樣玩的 不是嗎 你吃東西錄的吃東西 哦 是呀 如果你要這樣 你是要錄完之後 要吞一下口水 錄一下吞口水 你今天吃了飯沒有? 什麼時候會看神教區的留言? 早上看一次 晚上臨分前看一次 我通常最多都是看Instagram 譬如自己post下面的留言 因為很多時候你們都 湧亮式的在下面留言 你們都會告訴我 你們的感受 或者任何說話 下一條 疫情下是怎樣好好保護自己 前一陣子呢 我是有這個抗疫疲勞 因為太Alert 太... 哈哈哈哈 就是呢 之前呢 拍廣告的時候 無論是拿著任何的產品 都一定要噴光它 正在吃飯盒 飯盒也要噴 膠袋也要噴 我摸過一下這個也要噴 就是其實很誇張的 最近呢 就沒有那麼過分 現在是一個吃飯的時間 那我現在就開始設置我的檔 好 這個每天讚眾教母的環節 這個白飯沒有關係 首先 看 就是這個 蛋 很好啊 還要 我拍錯了 再來一下 拍到我旁邊的白飯 我怎麼沒有拍 再來 Take 2 我們就第一個介紹 就是這個教母 今早好做 他真的六點半起床 因為我今天要七點出門後 重點 來啦 因為呢 最近我要吃這個雞扒或者牛扒 登登登登 樣子好不吸引 死了 吃了這些會變成怎樣的? 會變成… 這些改變就… 你們自己留意一下 今天有什麼… 不痛了 哈哈哈哈 OK 剪了 好 現在呢 就… 給大家看什麼叫抗疫疲勞的一個習慣 就是呢 看到這個白飯的飯盒 那呢 兩個星期前的我呢 有一個習慣就是怎樣都一定要噴了才能碰到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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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據呢 是都要… 噴的 還有最後呢 就是要噴我的手 噴完手之後呢 我會把手上面剩餘的酒精呢 就會抹在這個酒精上 因為呢 你之前觸碰這塊東西的時候呢 你的手是有病菌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消毒這塊東西 這個牛呢 已經是… 焗了在裡面 應該五個小時 都還好 看起來都… 挺吸引的 這個… Milliumware 因為呢 這次… 這個牛扒呢 是… 特地去買了 總之就是二百多三百元一塊 那所以呢 這一頓飯 加上那個白飯 我當白飯不用錢 就是當它不用錢 所以已經二百多元 為什麼這麼喜歡吃白飯呢 因為我很喜歡白飯那種… 粒粒分明 很好咬喉 甜甜的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吃硬飯的 炒飯的東西 煮飯要用多少水呢 看你煮多少飯 手指位是不是… 去到這裡 去到哪裡 這裡 就是這裡 不知道 他剛剛在說煲粥 下一條題目 唸出來也… 很想笑 為什麼Lolo你這麼英俊這麼慘 這麼慘 可不可以挑戰二十連拍 第一張 一二三 四 五六 七八 九 還有十個 糟了 十一 十二 這個是怎樣的 糟了 去到什麼十二還是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七 十八 好累 十九 十九 你好 剛剛換了衣服可以回答下一條題目 教母的簽名很特別 又幼稚了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她還沒退休之前是做哪個行業家 我媽媽呢 以前是做會計師的 其實她一直的掃口都很精 小時候十次 我想有九次 我媽媽都是因為數學這一科而罵我 她很糾結 為什麼我這麼多數學題目都不會做 現在我的理財的職責都算是交給她 陳的味道其實是什麼呢 我小時候真的吃過陳的 她的質感是棉花糖 味道就是那種 啊! 好像木的味道 增肥大雞困難嗎 超級無敵之困難 我本身不是一個吃很多餐的人 通常少吃多餐才會胖 我一向都是 維持瘦 又瘦底 最瘦試過去到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磅 我這個身高的男生應該起碼去到一百四十幾 算是正常 我跟大家分享了 我最近好像增肥一樣 所以你過去一兩個月就會見到 我不停貼文章說 我吃宵夜啊 為什麼要增肥呢 甚至有時候我吃宵夜 其實我已經很飽了 但是我都要逼自己吃 那我就由一百二十 那時候可能一百二十八磅 那一夜 用一個月的時間就增到一百四十二磅 今天就是一百四十六磅 現在就是方法時間 那放飯之前呢 就再回答一條問題 你選好了歌沒有呢 應該說我下一首新歌 好消息來了 我選好了 現在在做一個填詞的步驟 之後我就去錄音了 大家在這段時間 就先聽著Mr. Stranger 都很想在這裏 好多謝所有神徒 對Mr. Stranger的支持 一開始都會很害怕 這首歌和以往的歌 好像很不同 會不會大家接受不到呢 你們都經常跟我說 不介意再接受多些新的 不同的東西 從Anson Lo這個人 所以令到我今次 準備下一首歌的時候 都更加大勇氣 肯試多些不同的新的東西 接下來還有沒有什麼工作上的計劃呢 就應該 可以嗎 接下來呢 就會拍劇 今次的歌詞性格也是大家沒見過的 我自己個人是超級期待 和超級興奮 有沒有想過做一門生意養老 如果有的話 是什麼 我想都是會創立一個 屬於自己的時裝品牌 但是暫時呢 在短期之內 就還沒有這個計劃 如果我被你選擇多一次 你還會選擇 走上這條路呢 會 因為如果不走上這條路 就不會遇到你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認真回答 如果不是在做現在這一行 都不會有機會做到 現在喜歡做的事情 譬如唱歌啊 跳舞啊 可以在這麼多觀眾面前 可以表演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所以現在還是很享受 所以都暫時不會後悔 而且也真的 如果不選擇這條路 就不會遇到你們每一位 好嗎 下班 Ember 大家 我回到家了 現在已經是 凌晨12點45分 大家都感覺到 我的Energy Level已經Drop了 那我現在應該剩下 最後幾條問題還沒回答 那就現在回答了 我決定戴一副眼鏡 好像很精神 下一條問題就是 出道三年多最辛苦是甚麼呢 我想要用辛苦這個字來quote的話 就應該是 面對一些流言蜚語 誇張的傳言 不實的報導 這些是最辛苦 向大家對你的人品 你的品行道德操守 好像說得很過份 作為每一個人都不會想被人誤會 我自己的approach 就不太要解釋些甚麼 或者我要澄清些甚麼 一直都是覺得 不如用回自己推出的任何形式的作品 令到不相信自己的人 又或者誤信了這些全然的人 對自己終有一天會刮目相看 假毛女團的雷子經 張子傑 還是 你自己最喜歡呢 我會選擇雷子經 雷子經是一個超級有義氣的人 很大膽 凡事都會為自己身邊的人 自己在乎的人 很勇敢地去保護他心愛的東西 我覺得雷子經是一個很正義的人 大叔丁愛的林小牧 是一個很溫暖的男生 年頭拍的電影張子傑 他就是一個很內向 也是一個很收收埋埋 心底內有很多憂鬱 和執著放不下的人 我很期待大家會看到張子傑這個人物 覺得現在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 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應該是 心理強大了很多 去年的調教你MIRROR 可能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事情都供在心底內 應該知道很不開心 現在很多東西都看開了 一隻舞需要記多久呢 就是我SOLO的作品 通常一隻舞我就會排約三至四次 What's the craziest thing you've ever done 對我來說應該真的是DROP OUT了大學 剩下年三和四次 但是選擇不讀了 因為那時候就很想追求自己的 跳舞老師的這條夢 決定是超級闖絕 超級突然 也都是沒有經父母的溝通之下 去做這個決定 這個故事都教訓我 做任何決定都好 尊重你自己之餘 都要尊重你的爸爸媽媽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好的 seek for advice 的一個對象 教主怎樣看實實的惡意留言 其實前幾天做事的時候 我和呂長安都談過這個類似的話題 可能大家會覺得 好像Anson Lo每一天都 活在一個粉紅色bubble裡面 好像每一天 我只是和自己的神徒 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喜愛Anson Lo的觀眾 去互動 就好像忘記了要接受外界的留言 其實我是沒有去承認 這些資訊我一直都收到 我自己也有去 就著每一個不同的題目的評論 或者不同的題目的評論 大家的意見我都全部都收到 即使 就算當我自己不看 但其實我自己心裡也知道 究竟我真的有些什麼 是做得不好 又或者有些什麼 是我很不足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看看 我爸爸在睡覺 最後一條 有沒有顧著神徒 當然有 很多時候 我想起神徒你們 我都會想 有些什麼可以分享 在Story上跟大家說 我自己覺得 每推出一個作品與作品之間 我覺得很靠我和大家的溝通 我打從心底 可能每一天 我很多時候都會想起你們 做很多決定的時候 可能我也會想起你們 我看到一些粉紅色的東西 我也會想起你們 或者我吃東西的時候 我也會想起你們 所以大家的生活好像 互相融入了 或者大家 每一天都會 事外 我覺得這些是一些 很令人窩心 也很開心的 生活的小習慣 是的 我每天都會想起你們 每天都會想起你們 每天都會想起你們 每天都會想起 每天都會想起 好了 今天這個Q&A 就暫告了段落 希望大家在下面有留言 你想看到一些 其他類型的影片 希望我下次 儘快可以拍給大家看 現在已經是 凌晨1點45分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多謝大家看到這裡 這部影片應該挺長 辛苦大家捱了這麼久 下部影片再見 Goodnight Goodnight 谢谢大家